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拆的玩具是万代在1月29日 发售的NB系列的最新产品 是来自于高达Seed当中的正义高达 这款产品的光红定价是消费税前26000日元 采取的是一般店头发卖的方式 在日本这边的话这款产品还是挺好买的 无论是在预定的时候还是在现货发售的时候 这款产品都是挺好买的 即使是到开店这款产品都还没有卖光 可见今天这款产品的货量应该是非常充足的 包装盒的话其实和之前的这些Seed系的产品 都是差不多的风格 也就不多说了正面是这样的 然后反面的话会有一些POSE的展示图片 现在NB系列的产品在包装盒的背后 都已经不会像之前那样写什么 纠集的可动 纠集的质感了 就只有一句对于造型的追求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一笔带过就结束了 这个改变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 其他废话不多说了 赶紧来开箱 包装盒里面的话倒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说明书 然后这边是双层的吸塑 不是双层 三层的 下面还有一个底座 这底座怎么装的 是扣在里面的底座 然后支架 就是NB的支架底座 这边的话是正义高达非常庞大的一个背包 是还有盾牌 枪什么的 这边的话就是装着本体了 这个泡沫盒特别的厚 打开看一看 然后中间放着的就是本体 然后这边的话是肩部的两个回旋标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备用天线 同样也是硬的 所以说很有可能会发生折断或者遗失 可以有一个备份 然后这边的话是有一些支架的接口 对 支架的接口 好的 那么先把本体拿出来 拿出了本体之后 先要把身上的一些装备装上去 首先是肩膀上会有两个光束回旅标 这个回旅标的话 好像也是和TV版当中的设定是不一样的 NB版本的话下面是会多出一个把手 这边是可以展开的 如果正常安装的话 就是可以把它插在肩膀上就可以了 把它插在肩膀上的状态下的话 下面这个把手也是可以打开的 来实现一个在肩膀上正在拔回旅标的状态 然后在侧军甲的上面 会有两个光束军刀剑靶的收纳舱 这边是可以展开的 打开了之后从侧面卡进去的 这边卡的还是挺紧的 然后就是背后的背包了 这个背包要安装的话 后面有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是要做一下变形的 把这里展开一下 这边会有两个卡扣 这个卡扣是要插在背包下面的两个装上的 让它固定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辅助支撑 也要插进去 最后的话把这个装对准 这个本体背后的洞插上去就可以了 插的还是挺紧的 正义高达这个背包体积还是太大了 所以说装上本体之后 整个产品的自立性并不会太好 需要把本体往前写满大一个角度 才能够勉强站得住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感觉这个背包体积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 可能过会把翅膀张开了之后 造型可能会比较帅 但是在收纳状态下的话感觉体积确实是有一些太宽了 稍微测一个角度的话能好看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背包和本体之间的缝隙特别大 离得特别远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导致这款产品的自立性就比较差 很容易往后倒 所以说平时展示的话还是要上支架 装上背包之后产品的全高大概是在21厘米左右 因为正义高达头是比较高 上面有一个很长的监视器 到监视器顶端的高度是21厘米 然后带上背包的重量的话 也上一下秤来看一看 是406克 这个重量的话还是比较重的 可见这一次的背包用量还是挺足的 然后在整体的造型方面的话 是和之前的2.0的自由高达 是相同的设计风格 整个线条都是非常的硬朗 全部都是由直角线条来组成的 整个机体身上基本上看不到圆弧 全部都是有轮有脚的那种造型 而且在机翼的地方 还有在肩甲的侧面回力标的地方 这些肩的地方都特别的扎手 非常担心在把玩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撞到脚的话 很有可能会把脚给撞断的 在把玩的时候一定要千万小心一些 而且这款产品自立性不好 很有可能往后一倒 这样往后一倒 咔砸地上之后就很有可能 把脚给砸断的需要小心一些 涂装方面的话整体感觉还算可以 通体都会有涂装 主体的紫胶红的地方 使用的是比较深的颜色 这个也是和正义高达设定 还是挺接近的 然后配合着还会有一些轻微的色差分色 这些色差分色的地方 使用的是类似于像珠光漆一样的感觉 是会有很强的光泽感的 然后在后面背包处的地方 也基本上是相同的设计思路 就是通体都是消光漆 然后有部分点缀的地方 使用的是这种珠光漆的涂装 还是挺亮 挺好看的 唯一有一些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 是在背包的后面 这两块零件的地方 使用的是成型色 上面还会有非常严重的水纹 是比较难看的 然后在进气口的地方 使用的全部都是金漆的涂装 这里的涂装还是挺好看的 金属光泽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还注意到一点 就是这款产品身上用到的移印数量 非常少 就只在肩甲上的地方 还有脚腕甲的地方 以及机翼上的地方 有一些机体变号的移印之外 像是什么注意符号什么的话 一概没有 这个设计的话和之前的ZU2.0 也是比较的像 之前ZU2.0身上的移印数量 也是很少的 看来就是这样子一个设计风格 在头部造型上的话 我觉得这款产品做的非常漂亮 脸部两侧的火神炮 使用的全部都是独立分件 里面的炮管刻画的非常精致 然后在脸颊两侧 会有两块银色的小的零件 这两块小零件也是独立分件 包括下巴处的地方也是独立分件 所以说整个脸部的涂装 看上去是非常的干净利索 完全没有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 因为全部都是独立分件 包括两个眼睛的涂装也是挺有精神的 绿色也是挺亮的 蛮不错的 唯一有一点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 可能就是头上的监视器 这次没有用透明零件 全部都是涂装 虽然说金属器的涂装还OK 但是相较于透明零件来说的话 质感方面还是会差一点意思的 包括后面的监视器也是一样 这里如果是透明零件就好了 肩甲处的结构和之前的ZU2.0是一样的 后面这一半肩甲是固定住的 然后上面和前面这一片的话是可以展开的 展开了之后在肩甲的里面也会有一些细节 这里面也会有一些金属器的涂装 还算OK 整个胸部的造型看上去也是非常的硬朗 都是有轮有角的线条 整个看上去的感觉都是非常的锐利的 进气口的地方设计的是蛮大的 这里是用了很多的独立分件的工艺 外面的这一个框是独立分件 然后里面的这些金色的部分也是独立分件 所以说整个涂装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在胸部的可动结构上和之前的ZU2.0 是比较的接近的 胸口下面这一块零件是一个独立分件 是会有一些联动位移的 我们先把这个背包给拆掉 装着碍事 没了背包之后可能看起来会比较轻松一些 下面这一块白色零件在向前弯腰的时候 是会有一些向下平移的 包括在挺胸的时候也一样会稍微上去一些 但是即便有这样子一个联动的结构 这款产品在躯干处的可动幅度 我觉得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向前弯腰还有向后挺胸的可动幅度 都是比较小的 然后左右侧摆的话也是一样 是在腰部处的地方会有一个左右侧摆的关节 但这个关节非常的紧 掰也掰不动 用力掰过去的话可动幅度也是非常小的 然后左右扭腰的话还算可以 左右可以转到大概45度多一些的样子 扭腰没什么问题 然后在手臂的结构上也是和之前的产品是比较像的 去手处的地方是一个双段关节 然后小臂前面 小臂前面这个地方也会有一处小小的可动 可以做一个轻微的旋转 NB在新品种台下真的好紧掰都掰不动 希望它一直这么紧 在裆部前面出气口的地方是有一个双层结构的设计 这个结构乍一看好像是像有什么展开结构一样 然而并没有 这边就是两块死零件是直接固定死的 但是涂装还挺好看的 下面这块黑色的出气口是一个黑铁色 而里面还会有一些细致的分色 涂的都还可以 但是就没有可动了 两面前裙甲的话 会有一个微微的向侧面展开的功能 但这个功能感觉也没啥实际的作用 向上展开了之后 在内部也会有一些细节的刻画 但是单纯只有刻画并没有黑铁色的涂装 所以说翻起来看的话 其实里面的效果也并不是那么好的 然后两面的侧裙甲就是一个转轴 可以抬起来一些 然后可以前后的旋转 这个侧裙甲也和后面背包的机翼一样 下面的尖端特别的尖 特别的扎手 而且这一个侧裙甲是挺薄的 这里也是挺容易损坏的 把玩的时候需要多小心一些 把裙甲都掀开看看里面的胯部结构 这个结构的话就是现在比较主流的设计 会有一处向前翻转的关节 向前翻转之后可以提升一下脚步前踢的角度 但是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也就是90度稍微多一点点的样子 然后在屈膝关节的地方 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处关节 这个小零件是可以往内侧缩的 这个的话是和之前自由 还有强袭自由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样的往内侧缩一下 就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屈膝可动了 屈下去之后后面小腿后面还会有一个喷口 这个喷口也是会往内侧缩的 这样的话整个屈膝的可动幅度是非常大的 是接近于180度 然后在大腿外甲的地方没有做裂甲的设计 前面的膝盖关节的地方倒是会有一定的联动 但是联动的幅度也并不是特别大 只是轻微的从下面抬上来了一小段距离而已 并没有说整个帕翻到上面去 但是我觉得联动结构的主要意义 还是在于可以让腿部在屈膝的时候 让膝盖甲和小腿成一条直线 整个造型的话会更自然一些 不然如果像原本的话膝盖甲是凸在前面的 如果没联动凸在前面的话 这个造型就挺奇怪的 然后在小腿前面进气口的地方 这里有三个金色的进气口 这边也全部都使用的是独立分件 涂装非常的漂亮 然后在后面出气口的地方 这边有两条非常细的黑铁色的零件 这里也是独立分件 涂装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在后面排气口的地方 会有一小段可动 可以向上翻折一些距离 然后整个脚掌的体积也是做的非常小 三寸精联 前面还是尖的 然后后面还是高跟鞋 就是尖头高跟鞋 而且后跟的地方还做了一个鞋切 这个也是和之前的自由 强袭自由都是一样的风格 所以说导致这款产品的自立性是非常差的 就很容易往后倒 脚底下面 脚底下面这一块倒是做的独立分件 而且这里是用的是金属零件 然后再来看看背后后裙甲的地方 这边会有一处可动 这边的话是插枪的 这个地方是用来插支架的 上面这个接口是和自由2.0一样 也是方的 是用来插背包的 其他地方就没有什么太多特殊的地方了 整个本体的可玩性并不是特别高 然后下面还是来轴重的说一下正义高达的背包 背包的结构我觉得设计的还挺好的 首先是和本体连接的连接桩做的是非常的粗壮 而且在连接桩的下面还会有一个辅助的支撑 支撑可以用双点固定的方式把后面的背包给固定住 这样的话就不会因为背包太重 而把本体的腰给压弯了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接口和背包处于一个垂直角度的时候 就是背包的收纳状态 如果要还原出展开状态的话 是需要把这个接口做一下变形的 把整个拔起来 然后转到前面来 把辅助支撑的接口插到最前面的缝里面 这样固定住 把接口转到前面来之后 不要忘了还要把上面的两门泡椅做一下延伸 拉到前面来 完全拉出来之后 在根部是会有一个小幅度的摇摆的 这样子的话就是全拉出来了 然后在安装背包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头上的两根天线 天线撞到的话很容易撞断的 可以这样插上去插到固定住就可以了 有了辅助支撑之后 整个背包的固定还是非常牢固的 完全不会往下掉 然后两边的基因自然也是可以有展开的结构的 这边旋转一下 然后放平 这里有一个卡扣插在推进器的侧面 这样卡进去就OK了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插完了之后 机翼还会有一小段的展开结构 再把它拉开一点 整个机翼都展开了之后 一展是非常长的 大概是有40厘米左右 非常的巨大 然后在推进器的上面 还会有两个垂直尾翼 这边也是需要把它抬起来一下 这样的话整个背包就全部都展开完成了 展开之后的背包造型还是挺帅的 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就是这一款产品的两片机翼 并没有设计向上的仰角 从正面看的话完全就是一片平的 这样的话对于造型来说 稍微单调了一些 有一些缺乏动感 在背包展开的状态下 如果要上支架的话 这款产品给的一个支架的接口 也是非常的牢固 这么大的一个接口 后面一半的话是撑住背包的 然后前面这一半的话是撑住本体的 等于说是有三点固定 所以说带了背包在上支架的话 整个支撑的稳固度是非常强的 在背包后面喷气口的地方 也会有一些可动 上下的盖板可以展开一些 然后里面这些喷口的话 是球形关节连接的 也可以有一些小小的可动幅度 这边都可以展开 然后推进机的上面 还会有两个小炮台 这个小炮台也会有一些旋转的结构 可以进行左右的旋转 包括前面也会有4根炮管 这个炮管都是独立分件 上面会有一些金属器的涂装 涂的都是挺好看的 正义高达的背包 除了可以把它背在背后 另外还可以把它踩在脚底下 变成一个类似于像飞行器一样的结构 变形成飞行器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展开结构的 在背包的中间这一块 前后会有一个延伸的结构 拉开一下 拉开了之后里面也会有一些机械的细节 这边的涂装也是挺仔细的 然后左右两边也可以拉伸 然后拉开了之后 在背后也是完全没有马虎 这边里面会有一些液压感的细节 是藏在延伸关节里面的 收纳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拉开了之后就露出来了 整个拉开了之后一展变得更大了 然后本体如果要踩在背包上的话 是在脚底的下面是要卡上一个连接件的 这个连接件是卡在脚掌的中间 然后这边会有两个卡扣 这个卡子的话正好是卡在踏板上的 背包上这两块会有个踏板的地方 扣在两边 这样插进去 这两个卡扣的固定方式意外的 可以把本体固定的非常牢 完全不会掉落 不单是背包不会掉 反过来本体也不会掉 特别的牢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还是不放心 或者觉得这两个卡扣比较难看的话 还会有另外一个固定的方式 就是在背包的后面会有一个 可以插支架的洞 在这上面插一个支架 然后拖出来一根支架固定在腰上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起到同样的固定作用的 固定的卡扣卡的太紧了 我想拆反而拆不下来了 哎呀 尴尬了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碰到了这种卡上去 拆不下来的问题的话 可以先把本体的脚从卡扣上拆下来 然后再把卡扣捏住下面的踏板 然后把卡扣轻轻的往前推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拆下来了 我感觉这里还挺有掉漆的风险的 因为这两个踏板也是会有涂装的 金属器还拖的挺好看的 可能太暴力的话会发生一些刮蹭掉漆的情况 需要小心一些 然后在踏板模式下的时候 也是需要把后面的接口做一下变形的 如果要上支架的话 是会有一个接口的 把这个接口卡在下面 然后再把前面的背包的接口做一下变形 这样子盖在上面 在踏板模式下的固定零件还是做的非常大的 整个固定也是非常的牢固 前后会有两个卡点都固定住 然后在这个接口的后面会有一个洞 洞上会有三个槽 这个槽的结构就和Macross的产品的出回特点比较像 它可以实现左右15度的斜飞状态 加上这样的一个零件之后 在下面再插上支架之后 就可以以一个斜飞的状态来进行展示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棒的 在武装配件方面就只有一把枪一块盾 还有三把光束军刀的剑把 盾和枪的话 其实就是和之前的自由2.0的产品 是完全相同的同模换色的产品 还有上面的机体编号有一些改变而已 原本机体设定上就是如此 所以说玩具化之后也算是合理偷懒 枪的结构也是和自由是一样的 下面会有一个展开的结构 然后辅助握把可以旋转一下 然后侧面会有一个接口可以插在后裙甲上 这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也就不多说了 然后光束军刀的话主要是有三个 一个是手尾相连的状态 另外一个的话是单独的两个剑把 这两个剑把刚才已经是装在侧裙甲上了 然后后来我拆下来的 这两个单独的剑把其实也可以直接就这样的 手尾相连插在一起 插的也挺牢的 不会有松脱的情况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还是不够牢固的话 可以用一整块的零件也完全没有问题 两个零件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选择一下就OK了 然后最后还有两个光束回旋标的特效零件 这两个特效件使用的都是红色的透明零件来制作的 并且在根部还会有一些银色漆的涂装 然后慢慢渐变到尖端变成全透明的颜色 整个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可以把它插在肩甲上的回旋标上 插上去展开握把就可以变成回旋标的状态了 替换手型总共是会有4对 造型方面的无非就是什么五指张开手 然后握枪手握箭手之类的 都是非常传统的一些造型的手型而已 没什么特别的 然后地台和支架的话 首先地台感觉设计的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纯白的底上面加了一个红色的J 然后这边有机体名称 还有一些编号什么的 走的是极简风 我感觉有一些太简单了 太朴素了 然后支架的话是有两套 一套是传统的MB的支架 就是这种高的和其他产品都一样 还有一个是比较小的 就是在之前很多背包的产品当中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支架 这个支架的话主要就是给背包变成 飞行器时候所使用的 可以让整个产品稍微低一些 展示的效果的话就会更好一点 好的这期视频就差不多聊到这里了 今天开箱把玩的这一款MB系列的正义高达 我觉得在质量方面 并没有什么太多亮眼的地方 当然也没有什么致命的缺陷了 属于一款中规中矩的产品 比较的中庸 但是因为它的设计风格和之前的MB自由2.0 是有比较高的一致性 所以说如果你是seed的真爱粉 完全可以买一款正义来和之前的自由 来配套的话还是挺好的 但是如果你是路人玩家的话 我觉得可以再观望一下 可以等到有比较合适的价格 再入手的话会更好一些 好 那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投币一键三连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